她就说我要去看中医 你跟我一块去调理调理吧 扎针灸的 我说行 碰到那个中医 从气质相貌到她的手法 都是非常专业的 然后呢 她就很热情 就问我们 你们一会儿有事吗 没事的话我们可以去下午茶 女性啊 然后我们就稀里糊涂地就上了她的车 然后到了那个CBD一个知名的地方 最后下午茶 也没有说要我们请客 也没有怎么样 我们就觉得可能是真的 长辈喜欢我们两个 就开始聊人生啊 聊她的那个中医的那些理论什么的 聊聊聊的 她说那个 她最近就在做一个产业吧 跟美容有关的 她说我们有个仪器 是从美国进口的 然后那仪器很小 在你这个手掌去做一些东西 你的面部就会提升 我说那费用是多少 她说八千多 我说好贵哦 一开始我聊得很快 她突然说到这个 因为我很敏感 我心里就开始设访 她已经敞开心扉了 她接上了 我的话就变少 于是呢 我就在观察他们 然后她就那边说 那给我们试的话可以免费吗 她一开开高兴了就那样了 我当时就 因为我已经产生疑虑了 你知道吗 后来那个大夫又讲 她说一会儿你们有没有事 说要是那个没事的话 可以去我师弟那试一下 然后就在我们刚说完这段话 没有五分钟 那个男生就上来了 就所有气息点都很怪 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说 好好 我们坐坐坐 给我急的你知道吗 那些人都坐对面 我感觉发现 我说你少说话 那个人问我们什么职业 觉得有猫腻了是不是 对问我们什么职业 我心想她千万不要说言语了 对对对对 不要再多说话了 然后我就给我们俩 共同的一个好朋友发信息 我说叶青被洗脑了 然后我就 我就叭叭叭叭叭 洗脑全过程了 对我就把这个东西 大概还原了一下 她在那心夸怒放的 开心的 哎呀好神奇啊 就你知道就那种 谁这样的了 哎呀太夸张了 在我眼里就是那种状态 你知道吗 一幅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太夸张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拿手机 我就偷拍 我特别像行政队的 你知道吗 拍就啪就给那朋友发过去了 她说我没见过这个机器 然后我就又给叶青发信息 我说他们肯定有问题 不要再聊了 我现在要走 嗯 她说啊 你说咱做完再走吧 你就崩溃了吧 我的脸非常臭 你知道我那个火啊 真的已经穿到头顶 就哪吒那种 脚踩风火轮那种火 电厅门口 她说 她说你太敏感了 你怎么这么 就怀疑别人的善意 你以为大家都是坏人吗 然后我就哭了 我说叶青 我说你怎么能拿这么戳 我的心窝子的话来说我 我当时心里就想 我没这朋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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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